前些天啊,我跟几个学心理的同学聚餐,吃饭的时候大家说说笑笑,学心理的嘛,大家彼此理解,共情能力呢很强,氛围很好。 这个时候,A女生说了一句话,B女生和我马上异口同声地说出一句话来回应对方,还做了一样的动作。 当时大家都惊呆了,AB女生和我互相看了看,哈哈大笑起来,同时机长,那一刻我们三个人之间的理解和默契达到了高潮,聚餐的氛围也一下子热烈激动了起来。 后来我们三个人交流了一下那种感受,就像看镜子里的自己一样,找到了深深的被理解共情的感觉,真的是妙不可言。 这就是一种,哇,你超懂我的感觉。 也是男女交往过程中,当男人被理解共情后所能达到的高峰体验。 之前我们经常提到深度连接共情这样的词,很多学员也都问我,说老师,到底什么是共情呢?我该怎么做到共情? 有一本书叫《共情的力量》,详细讲述了应该如何利用共情寻找爱情,如何成为一个积极的共情式聆听者,以及如何运用共情创造持久的亲密关系等等。 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分享一下,跟男人沟通时,怎样共情才能让他达到心灵的祭典。 一,共情的态度比内容重要。 其实好多学员都跟我要过共情的话术,问老师,有没有什么说话的公式,你告诉我,我可以直接把语言套进去,跟别人聊天的。 我想说,话术只是表面上的东西,比话术更重要的是你的态度。 如果你没有共情的态度,那么你说的话再是标准的共情,对方也感受不到。 而只要你有共情的态度,哪怕你什么都不说,对方也能感觉到你的共情。 上次我有个学员去相亲,对方年龄比女生小,家境也好,对女生似乎有些不太满意。 女生一看,就必须发挥自己的软实力了。 男生是陕北人,酒量很好。 女生呢就很好奇地问, 男生就一边笑,一边调侃地讲了自己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一手拿白酒,一手拿红酒,到处跟别人碰杯,对瓶吹的事情。 说的时候,男生哈哈大笑,似乎在讲一件非常有趣的回忆。 我的学员全神贯注地听,听着听着,眼泪却流了下来。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看起来是好笑的事情,但我却有些难过。 男生惊了一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艰难地开口说, 确实,我跟当时的女朋友分手了,毕业那天特别难过, 而且那天喝多了,还进了医院。 大家看出来了吗? 虽然那个男生一直在笑着聊天,表达的也是开心的情绪, 但我的学员,他是在用心地去倾听和理解对方, 他是带着共情的态度,面对对方的。 所以,他能感觉到男生说话背后隐藏的真正情绪。 悲伤,难过,不舍。 当男生把事情完整地讲完的时候, 女生一直静静地听着,偶尔嗯嗯两下。 最后,他一直没说话,男生突然说了一句, 你好神奇。 他又说,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 那一天我有多难过, 我真的很舍不得。 我也没想到, 我会对第一次见面的人暴露脆弱。 女生继续不说话, 微笑点头看着对方, 示意对方继续说下去。 这就打开了男生的话匣子。 男生从一开始不想跟我的学员聊天, 变成了滔滔不绝的聊天。 当然, 这次相亲从刚开始的男生自己的事情, 聊到了自己的家庭, 走标准, 童年生活, 等等。 聊完, 女生就感觉这个男生真的不错, 很靠谱, 值得托付。 最后, 男生说, 我好久没跟人聊得这么开心过了。 后来, 他们俩就顺理成章在一起了。 感谢大家对哈尼姐节目的支持, 也欢迎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边更多的闺蜜或朋友。 为了感谢广大听友的支持, 我们每周都会邀请专业的老师进行情感心理相关的在线讲座。 欢迎大家添加小编微信, 恋爱成长006入群, 备注哈尼姐, 等你哦。 二, 精准回应其中一个主要情绪。 共情到底是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呢? 就是找到对方的情绪, 精准回应对方的情绪。 有时候, 很多人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 或者他们说了一大堆, 你可能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种情绪。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就需要我们抓住一个主要的情绪点。 昨天, 一个追求我的男孩子跟我说, 他在公司跟人发生了冲突, 说完把聊天记录发给了我。 我看了一下, 其实也就是一件小事, 确实是对方做得不合理。 男孩子觉得对方工作不称职, 在最后给对方发了两个产品经理做的工作, 让对方好好学习。 其实, 要对我来说, 这件事情很正常, 你惹我了, 我就得怼你。 我不能白被你欺负, 冤枉, 对不对? 但这个男孩是一个脸皮比较薄, 不喜欢冲突的人。 平时他工作尽职尽责, 是个老好人。 每次呢, 公司发奖章都有他的份, 是公认的好员工。 但他发给我的时候, 我能看得出来他很生气, 同时又很担心。 生气的是对方这样对他, 担心的是, 自己的形象会不会有损失。 毕竟, 自己一直是好员工, 好同事。 现在突然发火, 甚至呢, 他开始怀疑自己了, 还给我发了几个自己的奖章。 按说, 他平时并不是一个爱炫耀的人, 这时候发给我奖章, 只是为了告诉我, 我这次怼他不是我的错。 第一, 是他太过分了。 第二, 我一直是好员工。 第三, 这次太生气了。 我刚开始没仔细看, 先说了一句, 嗯嗯, 对方真的是太过分了。 他回了一句, 嗯, 我立马感觉我回应的应该不对。 其实, 他是有一些内疚, 自责和担忧的。 他也希望自己当时不要那么冲动, 会不会把人际关系搞糟糕。 然后, 我马上给他一个回应是, 没必要因为跟一个人发生冲突, 就怀疑自己不是好员工, 好同事啊。 大家都知道你的, 就算你跟一百个人有冲突, 他们也会觉得都是别人的错。 他当时就马上笑了起来, 说, 跟你聊天真舒服, 还是你最懂我。 说完这句话, 我就知道他已经好多了。 从自我怀疑, 焦虑中走了出来。 他还生气吗? 还生气。 但是这个时候我不能说太多, 因为你只要能关注到 那个最重要的情绪就可以了, 没必要做到全部公顷, 而且我们也做不到。 所以原谅自己, 找到一个切入点, 深入聊下去, 你会发现, 他越来越愿意跟你敞开心扉。 因为你, 他的情绪, 他的焦虑, 降了下来, 这就是你对他产生的影响力。 三, 叙述性共情, 让对方感觉你最懂他。 感受到对方的情绪之后, 我们要说一些什么呢? 如果对方不善言辞, 这时候我们可以讲故事。 讲故事, 也叫叙述性共情, 就是把对方发生的事情, 想法, 情绪, 层层铺开来讲, 帮助对方理清自己的逻辑。 还拿我的学员举例, 他老公说了一件自己白天发生的糟糕的事情, 他跟父母吵架了, 回家之后呢, 就特别烦躁又暴躁, 跟一只狂怒的小野兽一样, 安抚不住。 我的学员就抱住他老公, 认真的听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是他想跟父母商量一下, 把老家的房子卖掉, 给自己在市里弄一个商铺。 父母偏心大哥, 不同意, 说他没良心。 这时候, 这个老公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 一方面, 他特别痛恨父母的偏心, 另一方面, 他很想要一个门店。 同时, 他又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痛恨父母。 所以, 这样复杂的情绪让他内在越来越乱, 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时候, 我的学员就说, 嗯, 我能感觉到你现在确实很生气, 挺难过的。 毕竟, 同样是孩子, 爸爸妈妈能帮助大哥, 却没有办法帮助我们。 而且, 还误会我们的好意。 真的是好委屈啊。 可是, 就算委屈, 就算愤怒, 也没有办法跟他们表达。 真的是越来越委屈难受了。 小时候偏心就算了, 怎么长大了还这样? 手心手背不都是肉吗? 唉。 他这一番话, 就把老公复杂矛盾的心理, 完完全全地表达了出来。 他老公一下子就抱住他哭了起来。 以前, 这个老公在处理婆媳关系的时候, 经常偏向父母。 从这次以后, 他就开始有什么事都喜欢跟我的学员沟通了。 而且每次都能坚定地站在妻子的立场, 维护妻子。 两个人形成了一个互相理解的小团体。 共情需要练习。 从来没有人能够一下子就能准确共情到一个人。 哪怕是最厉害的, 最会共情的心理大师也做不到。 所以大家慢慢来, 练习越多, 你就越能贴近他的感受。 他也就越来越能够达到心灵的祭奠。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